观众这么热烈的掌声 因为刚才郭姐姐也说了 有时候呢 我们这演员啊 不单得说对口相声 还得说单口 好像说什么 单口小段啊 评书啊 去年风险的时候我就说了 今年呢 在这里头上 我这里说话怎么这份 对我们演出呢 说什么的 说相声演出 说相声的 不错呀 是不错 说的不错 就是平台好 这么些观众都是喜欢你的 喜欢 喜欢我们搭档 你们搭档上哪儿去 搭档后边玩去 搭档后大卡车的玩去 不错 这个相声 是什么玩意儿啊 你这说话就不中听 我们这是艺术 怎么能叫玩意儿 艺术 对 不是 这个相声这东西都 怎么听啊 拿耳朵听啊 拿耳朵就听了 对啊 你站在这你就说了 我就说了给观众表演嘛 你你这桌子上这东西都是作骂的啊 这就是我们演出的道具啊 我看看啊 这这这是作骂的 不是扇子吗 这不能随便扇啊 这拿起来得有用 还有用 这是道具 哦 哎 这这这这是作骂的 手绢啊 台上憋不住嘞 没听说啊 哈哈哈哈 这就是有的时候出了汗来擦一擦 哦 咦 嗯 这个是什么呀 哦 这个有个专业术语 叫什么 这个叫醒目 啊 哎 醒目 对对对 我知道 嗯 你那个学历好喝 哪个醒目啊 哎 喝过那个明年大 谢谢 什么那么气 明年大 这不是喝的饮量 对 我们这有一道具 过去呀 地上在天桥演出 啊 把观众的聚容在一起 说一段啪 只要一敲这个 围观的群众就得给钱 啊 哎 这个玩意儿 要钱用的 耶派 这都给钱了 给钱啊 这个东西比手抢好使 您说那抢钱 我们这是给钱 啊 观众少的 一笑就就给钱了 那肯定的呀 哦 行 那这个相声有意思吗 太有意思了 要不观众这么喜欢 那 我能听吗 可以啊 我也能听 谁都能听 他 他们说什么呢 我也没听 他 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也可以听 您也可以听 他们也能听 哎 我也能听 都可以听 我我我坐在哪听呢 我我 你也别招待了 站在这儿听就可以了 我我站在这儿听就行了 你听得真是吧 行 好不好 那您示篇吧 我说一段啊 我听一段 说书唱戏劝人方 三条大路走中央 善恶到头终有报 这人间正当 去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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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轻了 挤桑 好 好 好 隔 거야 是 好 玺羞 挺 酷 观众 不是您这什么意思 哎你不说 派这个就得给钱 啊真给啊 不是真给啊 不不不 是真给是真给 不你看这钱越来越好骗了 好 好 我接着来啊 您好好听 咱就说这醒目 过去不光是说相 手里有这么一块 皇上 万岁爷 手里也有一个 那叫什么呀 那叫龙胆 哎 升作在金轮宝殿 把这拿起来 啪 这么一拍 就得问问当时全国的情况 说哪遭的灾了 哪人受死了 害哪个大神下去震灾 皇上 说哪个人受死了 这 他们怎么不给啊 给啊 给哪个人 我们扫码了 一会儿就 这个不光皇上 武将也有一个 那个叫虎威 啊 升作中均宝账 拿起来就 啪 他就为什么 奔兵派将 啊 谁是 钱不正义先封关 啊 哪个说是 鸭梁敏草 就他都得 就是 所以就 这个 其实 其实好多 就烙烧饼 他也有 小点 小点 别骂了 他 还骂了 他也说哭了 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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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得好好的 您哭什么呀 没钱了 你帅你 我们主要是 说 你要哭 你要哭 你让这边哭 说的是什么呢 您这样我点出不了了 干嘛呀 您哭什么呀 你帅你这杯 我说我的 您不能搅和我呀 不是 怎么了您干嘛 没钱 这三十块钱 你看这不是什么大数 这也没多少 构起我你陈凡来 这三十块钱构起您什么陈凡来的 这啊 这是有 历史意义的三十块钱 您给我讲讲 卡斯我们家的传二千 我家祖上传下来了 想早年呀 嗯 我爷爷 嗯 不容易 嗯 他是个农民啊 哦 刨地子 一辈子面朝荒土北朝天 哎呦 信信苦苦奋斗一辈子 嗯 才挣着三十块钱 容易吗 他吝死的时候啊 嗯 把我爸爸教的跟钱 哎 哦 他帅了 儿子 嗯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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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宜 你费钱不费现在 我这吃着亏的 别说了啊 你过来 三十块钱呀 是爸爸一辈子的继续 原谅爸爸没能耐 就挣这三十块钱 现在我身体也不行了 这三十块钱呀 就记迷吧 说完这话我爷爷跟老爷说 死了 接着说的 还有没说完个话 拿好几个钱 以后啊 拿它做买卖 娶媳妇 好好地过日子 说完这话我爷爷跟老爷说 死了 又接着说的 太平了 娶媳妇 生了孩子 孩子大了 你把这三十块钱 你带吉他 说完这话我爷爷跟老爷说 死了 接着说的 死了 我差点没逮着 就不能让您猜 我爷爷是死了 剩了这三十块钱 就挤了我爸爸 传到您父亲这儿 我爸爸这辈子魔能的呀 这话也就您敢说 一辈子 茫茫碌碌的没挣多少钱 到链 闹了个不胚不准 这话怎么讲的 还是这三十块钱 后人家要大 你别这么大 后来怎么高的吧 他令死的时候啊 把我叫到了跟前 他帅了 说儿子 今天的观众很好啊 我不答应 有人答应是吗 说这个 我没能耐 我也没能耐 这一辈子也没挣下多少钱 还是这三十块钱 这三十块钱就寄了你了个 说完这话我爸爸个儿老一声 死了 借着说了 还不如死了呗知道吗 你就说你爸死了我来怎么着吧 反正这签呀 就落在我手里了 到您这儿了 你说 现在这个年成 三十块钱 能干什么 什么都干不了 一个月 三个平摊三个会员 不认识 我上哪儿娶媳妇的 那你还是敢做客家搞活动的 我没了 我上哪儿娶媳妇的 我娶不了媳妇 我娶不了媳妇 不要钱 这个 娶不了 什么北京的朋友 比我们那热情过来 我在南门村怎么说 从来没人答应 你说三十块钱能干什么 是啊 我们那边的朋友 没办法娶媳妇 没办法生孩子 嗯 这三十块钱啊 我也穿不了总 借不了带 哎呦 你别的 别献上 这钱你拿着吧 你拿好了 这说啊 像话 你穿伴的 不是 你以后你有儿子 你再吉他 我没有知道吗 我拿钱我成你儿子 可别开个小玩笑 我跟你闹 咋还往小姐去呢 您是不像话 我喜欢你 我跟他说一块 像是说的好 您听过我 真的你啊 嗯 你在我们村太活了 在你的村也活 都知道啊 嗯 那个妇女主任爱你爱的不行呢 我还爱个妇女主任 田田哥家 抓抓抓抓 在家中秘密啊 嗯 在家举个那手 快抓抓抓抓抓 哈哈哈哈哈哈 随主任天也没正事儿 就喜欢你啊 嗯 今天看着了 嗯 你真是够羊够羊啊 才够羊够羊 不是 久羊久羊 哎 久羊久羊了 你那个名气太大了 怎么着呢 我告诉你啊 嗯 就这么说啊 我们那个地方 没有不知道你 是吗 都喜欢你 但是啊 你得原谅我 嗯 因为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 我说话 稍微有一点不忠情 哦我们听出来 哎老板怎么说的 嗯 结合不下鱼 失离不停讽 哦 一处不到一处迷 十处不到酒不至 对对对 话不说不说 目不钻不钻 沙锅不打 啪叉一下子就漏了 什么啪叉 您说的不对 怎么说呀 话不说不明 目不钻不透 沙锅不打 一辈子不漏 就是话说明 目钻透 沙大陆 多余给你摆着 就是这意思啊 因为哪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 您是哪个人啊 我呀 我是 京北人 哦 京北人 京北 可能是北京的北边 北边 那您是 清河的 北边 沙河的 北边 昌平县 昌平县 到了 北边 别到底饿什么 快了快了 南口的 北边 青龙桥 北边 康庄子 康庄子 到了 北边 宣霍佛 北边 张静口 北边 内蒙古 哈哈哈 北边 哈哈哈 你看这个地方 这北边出国了 你这个人 你京北到哪儿了 你 你不知道啊 哪里呀 我是 景北 河建福地 我先走了 河建福 您走 我不知道今天 有没有河北来的观众 有 肯定有熟悉的 河建 河建福都快到雄安新 北 昌平县 昌平县 到了 北边 北边 你到底饿什么 快了快了 南口的 北边 青龙桥 北边 康庄子 康庄子 到了 北边 宣霍佛 北边 张静口 北边 内蒙古 哈哈哈 北边 这北边出国了 你这个人 你京北到哪儿了 你不知道啊 哪里啊 我是 景北 河建福地 我先走了 河建福 您走 我不知道今天 有沒有河北来的观众 有 人肯定有熟悉的 河建 河建福都快到雄安新去了 那是京南 京北 京南 京北 京南 京北 谁说京北 我是孙子 他是南京的北边 南京的北边 南京的北边 还东京的西边呢 西京的东边呢 就是京南河建福 我是河建福的 河建福哪一县呢 河建福代管叫河建县 河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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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在河老园外家里 河老园外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大河 一个叫二河 有一天我跟大河二河 上这个河里去抹河河去了 河河没抹上来 我都能掉到河里了 幸好大那边 来了个大河上把我救出来了 我给他送了两个河头 我们那说话都和和气气的 都河在一块呢 我们都是大老河 大老河呀 等于说就是姓河的人多 就叫 河建县 叫河建县 那姓赵的人多呢 赵建县 姓钱的人多 钱家村 姓孙的人多 孙家村 姓崔的人多 崔崔崔 什么叫崔崔崔崔啊 行崔的就不能着崔的 那叫 叫崔家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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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 姓周的人多呢 周家屯 姓吴的人多 吴家屯 姓王的人多 王家屯 姓屯的人多 屯屯屯 这个人讨厌的 有姓屯的吗 姓屯 凡庄就是存庄吞殿来回倒着脚 您就住那儿 哎呀 喝点字 哦 那您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是名来的 什么时候到的 后到的 您这个我都听不明白 您怎么听不明白啊 什么叫名来的后到的 哦 你不明白情有可原 哦 这个话呀 不是我说的 哦 哦 那是咱爹说的 行 我没得服务您 我得给您把这个背着清楚 我不明白啊 这个兄弟姐妹 可以说咱的 桌椅板凳 可以说咱的 咱这孩说媳妇 都能说咱的 唯独这个爹 王 不能说咱爹 王 你爹 王 是你爹 王 我爹 王 是我爹 王 不能说咱爹 王 就是你爹是不是 就是表示同意啊 没听说话 是我爹跟我说 怎么说呢 他说儿子 哎 想跟这节目不用我配合 说听说你过两天要去那个北京啊 这两天先别去嘞 嗯 那边闹天气嘞 呦 挂大红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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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那个龙卷红嘞 北京什么时候挂个龙卷红嘞 哎呀 反正这两天是天气不好 啊 你也今天就别去嘞 哦 你明天去吧 你想啊 从北京 从这儿 到我们老家一田的路程 我要是明天去 不就是后田到吗 这不是明日来的后道的 哦您这是家里边了吗 哎家里怎么说 明日来的后道 那您上这儿找谁来 我呀 我找我们老爷来的 哦 顺便看看你老了 不再看看你二姬 哈哈哈 您这人说话怎么老千人说 您这人说话都讨厌 你不说找你老爷来的吗 老爷是老爷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 这不是您不是老爷的少爷吗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嗯 我们老爷 嗯 他有圈有市当棍儿的 哦 他家有那个族妃 哦 他家那个妃得有人看呀 对呀 我给他看那个族妃 对 您这是妃少爷 哎 然爷 还然也 您这不怎么样 怎么不怎么样 什么玩儿 焚少爷 我一句话让你所捞 什么话呀 我说你盗墓 我怎么那么不忍 我说您植物大战僵尸了 谢谢 那您就光看坟吗 光看坟吃什么呀 那您怎么着啊 我还种了点儿地 啊 种了多少地啊 六厘地 你这不讲理 不讲理我就送你 不是您这个说的不对 您要说面体单位啊 论请论补 水稻论田 您就说您种了多少请地 我种了六请地 就是六百亩地 六百亩 那您这个到的年纪 是给老爷 是交租的呀 还是交钱 我呀 这个租子不就是钱吗 就是交租的交钱 或者交粮食 哦 我一开始交的是粮食 嗯 但后来我发现不行啊 我算计不过我们老爷 怎么会算计不过呢 一开始上了好嘞 就这六百亩地 我装东西 我们俩对班份 哦 对班份不是说 不不不不你不明白 对班份的意思就是 地上边的跪我 地下边的归趟 这公平啊 啊那不公平啊 怎么呢 头一年年长下来了 我赔了 怎么赔了 种的都是土豆啊 全是下边的 他把土豆都抛走了 上边给我了 第二年我说不行 您怎么着 得换换 什么换 我来地下的 他来地上去 那您赚了 我又赔了 什么又赔了 他改中高粱了 他把高粒迷都弄走了 我弄点柴火回家了 到第三年我气快了 您怎么着 我说不行了 上边下边都死我的 那您赚了 挡劲的给他 我又赔了 什么又赔了 第三年他娘种的雨迷 谁也斗不过你老爷 我想着想去还是算了 那怎么办 我还是交柱子 嗯 交这个低柱啊 交多少呢 哎呀太贵了 六百块钱 嗯 太贵了 六百 六百块钱不算贵了 六百还不算贵 六百亩地 这六百块钱还贵 它不是六百 它是一亩地交六百块钱 哎呦 一亩地就要六百 就得交六百块钱 这就不少钱呢 那当然了 是啊 您看您那算多少钱 这多少钱呢 您会算吧 六 一亩地是六百五千 咱也算一亩地吧 你算吧 一亩地啊 一二三四五六 你看 这就是一亩地 是吧 第二亩地 一二三四 再打上俩耳朵 这次两亩地呢 先生 您说这把 把我袜子 我这书脚痘的 您那帐头还不如跟他那二位呢 不是 我怎么 怎么办呀 算帐不用这么算 他有一个小九九 对呀 你看啊 你一亩地不是六百块钱 六百块钱 十亩地就是六千块钱 一百亩地呢 就是六万块钱 六百亩地 六六三十六万块 哎呀 哎呀 要不说您说下有学问呢 说就有学问了 哎呀 再加工人一会了 哎呦 我跟我那个啥娘们算一熊给算出来呀 哦 哦 我俩从晚上算到白天给算出来 嗯 到了早晨起来 好嘞 怎么呢 我那个儿子退门进来的 哦 他跟我说嘞 他说爹呀 这个算帐有一个小九九啊 哈哈哈哈 你想啊 这一亩地 是六百 十亩地是六千 一百亩地就是六万 六百亩地 六六三十六万 在家呢 是我的儿子给我算出来的 在这儿呢 是你老先生给我算出来的 你高兴二大也算 什么呀 什么玩意儿了 占便宜呢你这个 我这不给您学习呢 行行就把这个租的交上 您老爷肯定高兴了 没高兴啊 什么没高兴 生气了呀 什么生气了呀 那想我拿这个回扣 拿多了 你拿多少回扣啊 没拿多少钱呀 多少钱呢 才八毛钱 你们老爷太狠了 三十六万拿八毛钱回扣 最后还说人家 不 我让那样他就不生气了 那么您是 每一块钱拿八毛钱 哈哈 到二八是吧 软爷 还是软爷 我是老爷我也得揍你 哦 他生气了呀 啊 我这不赶紧过来找他来了吗 找了你们老爷了吗 找着嘞 你们老爷在哪儿了 在北京住呀 哦 就北京有一个药莹河窗 哦 我知道就离那个喜鹊大街不太远 哎 在那个麻雀大门旁边呢 玩给你找个地方 我问问吧 你们老爷 姓什么呀 我们老爷 嗯 我们老爷行转 转一个剃手 一个挤爪子得抓 就抓东西得转 抓 抓茬也得转 这可能是外界 对 怎么称呼呢 转你妈 哈哈 我拿你哪儿呢我 哈哈 你拿我哪儿来说嘛你 废话什么叫抓我妈呀 你们想转啊 我我们老爷叫抓你妈 哈哈 哈哈 历学方言更像妈街呢 哈哈 你你妈就那个 看你你那个你 哈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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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姓 你老爷姓草地的草地这个是 哈哈 哈哈 没事我们老爷叫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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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行行行我也听出来了 你们这老爷他应该不是汉 啊 不是汉 哎 你们老爷是不是在骑呀 哎不在骑 有时候在把有时候在六天他上去我去了两天 不是我说你们老爷是不是骑人 可不敢骑人啊 上回骑人把大推给摇了 骑何人啊 你们老爷是不是满足 哎他不满足啊他看什么都要 什么骑人 我就问问你们老爷 你们老爷是不是当官了吧 哎他是当官 当官是吧 他是当的是民国的官还是满清的官 哎呦他是民国时候的满清官 哈哈哈哈 他是满清时候的民国 什么乱请啊 什么官也不知道 我猜猜吧 我估计你们老爷应该是民国的官 民官官 我猜猜啊 你们老爷在哪一军呢 崇军 哪一师 廖布施 哪一旅 喜富恶旅 哪一团 马团 哪一营 哪一连 哪一排 这都管谁啊 空中白板在法材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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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估计不是民国的官 不是民国的官 肯定是满清的官 满清的 你们老爷是不是知县 对他不知县 他还放棉花呢 不是 我说他是不是县知识 嗯 瞎着没事总让人知识 碎碎是吧 你们老爷是不是嘟嘟啊 嘟嘟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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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臭豆腐 哪行走啊 在大街上行走啊 废话吧 在哪走动 在厕所里走动啊 你也不知道拉你怎么着 他是文官武官啊 他是叛官 文职五职 一管调职 没有水蛇药吧 怎么回事 你怎么听这种人话呢 你们老爷这么着问吧 你们老爷出门 是打罗还是放炮 他不放罗也不打炮 他是 您说真的再说啊 老子几分放罗也不瞧跑 哎对对对 您呀没说明白 我给你讲讲吧 在满清有规矩 文官出门打罗 武将出门放炮 那他是文官 他是文官 在打罗呀 好好好 你们老爷出门打几磅 这我算不过来啊 您说是罗 这有规矩啊 那你们老爷他是 罗数越多官职越大 越多管越大 他打得多 打得多啊 你们老爷是不是支蟹打七磅 还得多 你们老爷是不是 支蟹打九磅 还得多 支府十一磅 还得多 道台十三磅 还得多 巡抚十七磅 你这还得多呀 奉指钦拆戴天行首玉二十四磅 还得多 我就听说当年有一个小七爷下天经位 打一百单八长行罗 没有比这个再多了 这比我们老爷差圆了 就你们老爷什么官啊 我也不知道 我问问 你们老爷打罗就没有个柱吗 有个柱 有完就好 有完 这么着 您当个亲爱的观众 学学您老爷出门 您那打罗我给您数着 您那打完了 我这罗数也出来了 你们老爷什么官我也知道 你就明白了 咱来一会儿 我听讲 我学一学啊 我们老爷未曾出门之前 我得先喊一句 喊什么呀 夏日山开了 老爷要出门了 你老爷从这鸭子里出来了 你老爷才哼呀 什么洞子啊 这是出来刨那个麻子队 什么叫麻子队 那叫什么呀 队子麻 刨那个队子麻呀 我们老爷是温知夸无限 哦两口一 你得学一学 我先学了 都也出门了 我得气一声 喊一棒了 喊两棒 喊三棒 喊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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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哪儿了 还没穿裤子呢 还没穿裤子呢 穿着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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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地 出了门 上了大街 过了小巷 看着老头 看着小孩 就这么说吧 从早晨八点 一直 到下午四点半 你老爷什么官啊 他是啥猴的